妈 你别说了 你要是再说呀 就是不想接这个家 妈 那既然你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我再不收 也就是不孝了 那我就替孩子们先保管着 不过我向妈保证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我绝不会把它变成钱 阿隽 这匣子就在你手上 我要是 你就 妈 我知道这个匣子的份量 我不是个败家女 阿隽 你弄个假的给包上 放在原来的地方 别让那个不争气的东西 你懂吗 我先回来 卓儿 女儿 今天晚上你先别看书了 先去获一堆泥巴 把那炉子给补上 妈跟你说话你听到了没有 你今天晚上必须 把你爸那摔坏的炉子给补上 补他做什么 让你爸明天继续吆喝着去卖红薯啊 卖红薯 卖红薯 卖红薯能挣紧钱啊 这不论是大钱还是小钱 只要是凭自己的双手去挣的 就都是钱 而且无论挣多挣少 只要是钱 那对咱们这个家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就不 为什么 那炉子不是你先翻的吗 是 那就更加必须由你补上 干什么不能挣钱啊 为什么偏要晚间吆喝着卖红薯啊 你吼什么呀 你知道坐在跟前的是谁吗 那是你爸 你妈 不错 是干什么都能挣钱 但是你爸他除了能干点儿农活之外 这烤红薯那也是你爸最拿手的手艺啊 再说的洋气一点 也就是你爸的一技之长 你爸那个车子往老街上一推 这炉子到哪儿 烤红薯的香味就飘到哪儿了 妈在医院上班的时候 都能闻到那个香味 医院隔壁的那条巷子太窄 车子推不进去 卓儿 去吧 去把你爸掀翻的那个炉子给补上 趁着现在天还没黑 卓儿 卓儿 你听到了没有 你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呀 去呀 去 行了行了 我就看看地窖里还有多少红薯 你们吃吧 你过来吧 你过来吧 靠麻劲一点 卓儿 你现在也长大了 妈也不能再打你了 但是妈必须得告诉你 咱们家是穷 你可以不甘心 可是不甘心 往往也是动力 可是你不能看不起这个家 俗话说得好 儿不嫌母丑 子不嫌父穷 庄稼 他是从庄稼地里长出来的 庄稼 他可以自己闯出来 离开自己的庄稼地 而庄稼地呢 也是希望庄稼他能越长越高 你这个庄稼 就是长得再高 他也不能嫌弃庄稼地呀 庄稼 是从庄稼地里长出来的 他是从庄稼地里长出来的 不要再说了 朱儿 妈还是得把话说透啊 庄稼儿不养 那是当妈的过错 养儿不教 那也是当妈的过错 妈知道 你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 也都要自己的面子 那难道 你爸他上了岁数 他就不要自己的自尊了吗 你爸卖红薯 伤了你的面子 那你把你爸卖红薯的炉子 给掀翻了 难道就不伤你爸的自尊了吗 我知道错了 知道错了就好 去吧 听妈的话 去吧 爸 我来吧 你别动 这待会儿还要你帮忙 好好读你的书去 别动 别以为会考考个第一 你就觉得了不起 有本事 高考拿个第一回来 爸 我对不起您 爸 我对不起您 小丑崽子 我看着你 学生我有个好生子 又是首相 肖子 你那我看着你 你那你那我看着你 你那你喝凑下 你喝口妈西 你喝口妈西 你怎么知道的 我去领您工资的时候 工资条上写着 说马娟已经被清退除名 下个月听发工资 这件事啊 暂时先不要告诉你爸 也不要告诉弟弟妹妹 为什么 这系上 不是也经常有这样的事吗 前方啊 打了败仗以后 都要封锁消息 以防动摇军心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 应该让大家知道 让大家一起跟咱分担吗 没事 这个担子 由妈一个人挑着就够了 不要让弟弟妹妹们 都为妈担心呢 对了 特别不能告诉奶奶 这也不能说 那也不让说 那咱们的学费上哪去凑啊 好了 好了 你就别替妈操心了 妈 这该想的办法不都想了吗 外婆把仅有的钱 全部都拿出来了 小姨把羊也给卖了 还有咱家的牛也被人家牵走了 可结果呢 爸去借钱不成还偷了井盖 被派出所罚了钱 奶奶为了省钱 也不想活了 咱们还赔了医药费 妈妈 你好不容易有的工作 结果现在又没了 咱们什么时候能凑足那些钱啊 你就别操心妈了 妈最有办法的 相信妈 您这是在故作轻松 咱们还能有什么办法 莉莉 妈知道 你和弟弟妹妹们都一样 都要替妈操心的 这样吧 晚上啊 你把弟弟妹妹们都交到后院来 妈有话跟你们说 后院 干吗去 晚上妈再跟你们说吧 你们有没有看到什么 没看到是吧 看 这什么呀 这什么呀 这什么 这个 把回屋跟你们说 走 孩子们 你们看 这个东西啊 是你奶奶传给妈的 这是你们王家呀 一代代祖传下来的东西 看 妈 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呀 让我来看看 袁大头还是孙中山啊 这里面是银元还是金条 是白玉还是翡翠 妈也不知道 这你爸没见过 这你爸没见过 好东西 连你奶奶也没有见过 妈在想啊 这既然是祖上的东西 不得万不得已 那就不能拿出来 这一代代 这一代代传下来的东西 可不能传到咱们的手里就没有了 你们说是不是啊 嗯 那你们知不知道 妈今天晚上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搬出来 给你们看呢 因为这阵子家里气氛太闷了 就像梅雨天气一样 妈知道 是因为快要开学了 你们一个个都替妈筹学费 替妈担心 妈的心里真的很感动 孩子们都大了 知道替妈分忧了 但是 妈看不到你们脸上有阳光 妈心里也很难受 你们哪 别总是这么悠悠愁愁的 咱们还没有到山崇水尽的地步 什么叫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这老王家呀 是有底子的人家 当然了 这也得用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能不用啊 咱们就尽量不用 反正啊 总而言之 你们哪 就管你们用功的学习 你们不用筹钱 用妈在背后给你们撑着 好了 你们啊 也该去睡觉了 把开学要用的书啊 都准备起来 心里呢 别老是悬着 妈到时候一定啊 会给你们准备好学费的 嗯 放心的去睡吧 嗯 走走走 来 走 你怎么那么晚还不睡啊 你怎么那么晚还不睡啊 我怎么能睡着 孩子们的学费还没着落呢 想起来让我卖红薯卖红薯 卖红薯能挣几个钱 可是有走比没有好吧 都怪你好强 抓贼呀 啊 啊 啊 奶奶 抓贼呀 站住 抓贼呀 妈 妈 妈 怎么了 怎么回事啊 妈 妈 妈 智希 竹儿都知道去抓贼 你怎么那么新鲜哪 哦 我说这几天眼皮老在跳 看 出事了吧 妈 还真是被你给料到了 真的好险哪 幸好呢 现在偷走的只是一个木盒子和一块砖头 不过我也觉得很奇怪 你说这个贼下手怎么那么准确 到底是哪一路贼呀 竹儿 怎么样了 没事上 幸好啊 也没什么东西被偷去 你们赶紧回去睡觉吧 妈 您说咱家这么穷 咋会有人偷东西呢 那小偷会是谁啊 会不会是那个画家呀 这几天我看他在门口鬼鬼祟祟的 特别可疑 幸儿 这没有影子的话 可不能乱说啊 妈早就告诉过你们 这世上只有文化 只有知识只有学问 才归根结底是属于自己吧 人家偷不走抢不走 好了 你们都回去睡觉吧 快去 走吧 妈您也睡吧 是啊妈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我妈她身体不舒服 去院输点夜 大姐啊 你的腿怎么了 我姐她 我是不小心在家里摔了一跤 没什么大碍 马轩 快送奶奶去医院吧 好 那我先走了 慢点啊 行 我们走吧 看来马大姐 还不知道你的腿是怎么摔的呢 幸亏你反应及时 要不然啊 我差点说了嘴 听说这王志欣被派出所 罚了三百块 林林奶奶也喝了名药 林林的妈要是知道 我的腿也是王志欣给害的 肯定丑死了 哎 马大姐啊 个性太强 又不肯平白无故地 接受别人的帮忙 王志欣好像有点转性了 在街上卖红薯了 下次你碰到她 多买点吧 她好像不待见我 不过 等我再见到她 我让别人去买 哎呀 我这身体啊 一天不如一天了 要是能轻耳听到林林 叫你一声爸爸 叫我一声亲姑姑 我也可以安心的去了 哎呀 姐 别胡思乱想了 等你身体好了 我就去福建 找何小倩去 你不是说找过找不到吗 我去了再想办法吗 那你还等什么 明天一早就去 可你这身体 哎呦 你就别管我了 我住个拐棍就是了 你去办完事 快去快回啊 小倩 你什么时候来的 在你心里 这老屋是不是比什么都重要 看你说的 你和老屋同样重要 要不是这老屋 咱们俩也不能在一起啊 国圣 我们分手吧 你说什么 你是艺术家 可以布食人间烟火 可我是个平常女子 我们不合适 以前你可不是这样说的 可是以前你也不这样 你现在其他什么都不画 就画这老屋 前两天我去你们文化馆 他们都说你脑子有毛病 你说我脑子有毛病 卖钱的话不画 偏画这没人要的老屋 你既然知道 还这么置密不悟 这样下去 会毁了你自己的 小倩 你以前可不这样说 我以为我找到了我的指引 现在看来 我还是想错了 你走吧 我不耽误你 顾国圣 这可是你说的 你以后可别后悔 小心 你怎么骑车的 没长眼睛啊 对不起 你没事吧 瞎了呀你 对不起啊 国圣啊你在想什么呢 前面有人你都没注意 姐 我想起来了 十四年前我跟何小倩分手的时候 她似乎有事情要跟我说 什么呀 好像不是要跟你分手 而是 我是想告诉你你要做父亲 不过都是我的错 是我太不负责任了 让玲玲一生下来 就离开了父母 不过玲玲命大 碰到了马大姐这样的好母亲 国圣啊 你这次一定要找到何小倩问清楚 你的态度要好一些 她要打你骂你 要你下跪 你都得忍着 她就是拿刀子捅我 我也认了 妈 我出去一下办点事 一会儿就回来啊 好 没事 王志兴 来得正是时候 我是来得干吗 我是来得正是时候 我问你 我们老王家传下来的东西 是不是你叫人偷的 来 张大你的狗眼给我看清楚 不是 一块破板砖 是你老王家的宝贝是吧 你个骗子你个王八蛋 你给我滚 滚蛋 还不快给我滚 我出去 我出去出去 马俊 谁让你又来上班的 是我自己 你自己 你有什么资格 说来上班就来上班啊 走 马上走 主任 我想你应该记得 我领最后一个月的工资的时候 按足业算 应该还有一个礼拜的吧 好好好 你爱做什么做什么吧 我可告诉你啊 不管你怎么做 一分钱没有 你已经被辞退了 你也是来卖写的 嗯 一千cc 一千cc 太多了 我家里等着钱要用呢 那你这也不行啊 我们要是抽多了 我也负不起这个责任 没事 我自己负责 我可以签字 嗯 那试试吧 我身体好着呢 你能抽 尽量多抽一点啊 你别急 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我尽量给你多抽一点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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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坐好了啊 你慢点啊 喂 黄瑞 是我 经理 您到家了 啊 我手机没电了 公司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 好 那有事的话急事通知我 经理您放心 有什么事啊 我一定向您汇报 好 好 那先这样啊 姑娘 给 到儿不来 到儿不来了 你可 哎呀 那 啊 transportation 揣 把 那 你就 小心点 慢点啊 小心点 慢点啊 阿娟啊 可真难为你了 没事妈 来 你 你说我这不争气的身体呀 妈 你别想那么多了 没事 好好休息 躺下 净拖累人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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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来 我能够挣了 我我来 都要够生了 你呢 我一下 王学 师父 停下 果然是你啊 我就说嘛 这一大早洗血觉 肯定有好事 原来啊 是我们大经理回来了 大富贵 你还认识我 别叫我外号了 我跟你讲啊 这大富大贵之人哪 还是你们家 行了 我想回去了 有空来家里坐坐 那你回哪个家啊 我妈在哪儿 那就是我家 你行 师父 走 哥 嫂子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 她 这 问那么多干嘛 清儿 这才几天哪 你又吃胖了 奶奶 您身体不好 我给您拿了些药 这药啊 是进口的 可以降血压 妈 这儿有一些补药 您啊 留着吃啊 我就补药补药了 妈 我还给你准备了一样东西 你瞧瞧 这是什么呀 刀具 是 群儿 你人回来了就好 买那么多东西干什么呀 这得花多少钱呢 妈 不外事 卓儿 卓儿 你看 这是你大哥 叫哥 大哥 大哥好 大哥 王卓啊 记得上次见面的时候还上初中的吧 都长这么大了 越来越帅了啊 大哥给你们几个都准备了礼物 每人都有份 演一个 来 妈 你看 谢谢哥 这个好看 来 谢谢哥 王叔 你也有份 哥 你看 卓儿 你也有啊 卓儿 给你 你看 多好看啊 我说这屋里咋这么热闹 原来我们的大经理来了呀 快快 星儿 给他拿块布子 你给擦擦 别脏了我们大经理的衣服 芷芯啊 我看你是吃错药了吧 就是群儿做再大的官 不也是你儿子吗 是吗 阿权 对呀 妈说得对 儿子 我王芷芯没这样的福气 能叫我一声 说 我已经很吃足了 爸 妈 知道你喜欢喝酒 特意给你买那两瓶茅胎 这就是传说中的 周总理喝的茅胎酒 什么 周总理 妈 爸说得对 周总理省钱啊 最爱喝茅胎的 那这个酒得多少钱一瓶啊 不贵 两百多块 两百多还不贵呀 这么贵不行 来 退回去 退什么退 妈 得退回去啊 没事 怎么可以这么破费呀 这是 这是我儿子给我买的茅胎酒 对 这是我卖给爸的 有鸽菜 我们都有肉吃了 是哦 那你就多吃点啊 奶奶 吃吃 酱 太香 没想到我王芷芯这辈子 还能喝上这茅胎酒 爸 爸 这酒啊 你尽管喝 喝完啊 我再给你买酒似 群儿 你还要买呀 下次你要是再买这么贵的酒 妈呀 就不让你进门了 这一口下就得十几块甜吧 没什么钱不钱的 平安就好 爸 敬礼一个 你呐 也别光顾着喝酒 多吃点菜吧 你也夹个菜吃啊 吃 妈 有个事 我想和你商量一下 什么事你说吧 我是咱们王家湾 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读大学那会儿呢 村里年年给我开贫困证明 我也年年拿补助跟助学贷款 所以这次回来 我想请乡亲们吃个饭 表较下感谢 你觉得呢 请全村人吃饭 收礼金吧 我说你是不是喝多了 收什么礼金呢 嗯 全儿 你这个想法挺好的 妈没意见 好 那你这一次钱代购了没有 没有的话妈这里有 妈 钱的事您不用操心 怎么这家困难 弟弟妹妹要我上学院 学费是个大问题 这只五千块钱 你说好啊 妈 应该够弟弟妹妹一年的学费了 群儿 这 妈 什么都别说了 我是他们大哥 给他们交学费啊 理所应当 你先坐会儿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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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了 莉莉 哥东西要交给你 啥东西啊 咋不给妈呢 不用问那么多 这东西啊 你收好了 不要告诉任何人 包括在吗 记住了 哥 这是啥东西啊 等你考上大学啊 你再打开 就按歌上面写着做 记住了啊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第三号 包括王冲他吧 哥 我知道了 那我走了 好 请问要记住啊 真是的 这茅台酒 喝了也上头 你以为呀 什么酒喝多了 都会上头 那两百多块的酒 就给你这么浪费了 这是 你儿子 你儿子 我儿子 笑认我 我要不喝 对不起的 我可告诉你啊 还有一瓶酒 你得给我留着 我要偷偷塞到 王权的箱子里 让他拿回去给退了 你不知道你儿子 是有钱的主啊 一瓶王台 不算什么 你这么一说 倒真是提醒我了 全儿他虽然工资挺高的 但是他花销那么大 还有房贷 他哪来那么多钱呢 不行 我得去问问他 全儿 睡了吧 妈 还没 你进来吧 妈 全儿 你还没睡啊 您是你还没康复 怎么不早点休息啊 妈在想啊 等你们几个都睡了 妈再睡 对了 这个呢 是上次你奶奶住院的时候 你的那些朋友 送的几千块钱的红包 你给拿回去 妈 官山他 小官他怎么了 没事儿 妈 这钱啊 还是您拿着 之前他妈生病 我也给包过红包 您也真是的 还往毛衣里给我留钱 我给您的钱 您直接花就是了 妈知道你开销大 你说你这次回来 又花了不少钱吧 妈 上次奶奶住院的时候 也是你花的钱 妈 我这里有钱 你说我难得回来一次 不得有所表示吗 妈知道 你这一个月呀 也就这么点工资 你还要交房贷 哪来那么多钱呢 妈 你放心 这钱啊 是我自己挣的 不是国家的钱 君儿 你呀 也不要嫌妈啰嗦 有些话 妈呀 还真要跟你念叨念叨 你现在在国家单位上班 管的都是国家的钱 你要时刻保持着 头脑的清醒啊 那不是咱们的钱 咱们一分都不要 要是有人给你送钱 也不能要 这人家给你送一万块钱 他脑子里就想着 要国家拿个十万百万的 妈跟你说的话 你记住了吗 妈 我知道了 妈 你也真是的 您一辈子为子女操心 自己也多注意身体啊 妈这身体好着呢 那没事 妈先去睡觉去了 你也早点休息 妈 还有事吗 早点休息 睡吧 铁儿 你去省城读大学会不会想我啊 当然 我会给你写信的 我等着 你家在哪儿啊 看 就在那边 天哪王权 这儿可真漂亮 山清水秀 人杰地灵 只有你不嫌弃我是乡下人 我会把你改造成为 合格的城里人 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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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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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女朋友冯丽娜 莹娜 有 这是我唐玫英子 好漂亮 英子 要是你一直在我身边提醒着我 我忘记 就不会走到今天这部天蝶了 来 哥 哥 你真的在这儿啊 莉莉 有事吗 乡亲们陆续都来了 妈娘你回去呢 哥 你是不是还向英子姐呢 忘不了 我昨天见过她了 听说她嫁到锦西县去了 她还好吗 都是我害了她 哥 慢走啊 老板 你怎么又来了 什么叫我又来了 你这死鸭子会不会说话 这店是我开的 我想来就来 还哭呢 你这一天到晚哭散个脸 给谁看呢 你又来拿钱 你又来拿钱 钱都拿走了 我明天拿什么买菜啊 你这伤疤还没好就忘了唐氏吧 神经病 我呀 还是守着这老乌 将来见了祖宗啊 也顺顺当当的 奶奶 我真有这个打算 接您去省城啊 去看一下专家 琴儿 你就别管奶奶了 奶奶不会去的 好了好了 等到天气好一点的时候 再见奶奶去吧 那成 听妈的 村主任来了吗 还没 琴儿 要不你自己去请趟吧 那好 那我现在去 哥 我陪你去 哪儿都有你 我去了 妈 谢谢主任 没事 村主任 我哥来了 村主任 你好 你好 刚去您家 大事说您出门了 我估计您就来这里了 我刚才去你们家 半岛上 被这家伙给劫住了 要盖个章 现在好了 你看啊 又让你们来跑一趟 多不好意思啊 您马上为人民服务 我们等您啊 是应该的 大学生说话就是不一样 咱们走吧 咱们又来电话了 咱们又来电话了 这里是王家湾村委会 村主任可真忙啊 找王群 我妈还有电话来 正好她在呢 王群 接电话 喂 黄瑞 什么事 您被查了 好 我知道了 哥 有事了 没事 走吧 想起我等着开饭呢 好 姐 这个好吃 我们来吃 来来来 快 你多吃点吧 好 马大姐 今天高兴吗 高兴 尊主任能上列 当然高兴了 这种好事 我肯定要来的 马大姐 你呀 你呀生了个好儿子 可别说 这样的场面 我活了八十岁了 在咱们王家湾哪 还是第一次啊 对 别光顾着说了 村主任 九爷 喝酒 王群 敬村主任 我敬村主任 我敬您 以后家里啊 怕她养上您多关照了 王群 说到关照 我呀 还得靠你呀 你看 咱们村这条路 都破成那样了 这都是小事 我替王群答应了 等她回了省城以后啊 先给你批个几万块钱下来 干什么 这修条路能花多少钱 王群现在又是管钱的 这大笔一一回 钱就下来了 是不是 王群 是 主任 我回去就办 好 我替咱们王群二官 全体的村民 谢谢你王群和你们王家 来 我喝三杯 我也喝了 瑟斯 来 孙主任 你慢喝 我去趟洗手间 啥洗手间 就是茅厕啊 经理 今天一早 神机组就来了 还有经侦支队的人 我们都不能离开 下午杜总又召集公司 副经理以上的同事开会 叫各个部门立即自查 我也别叫了过去 现在才开好会 我想 肯定是他们弄错了 经理 您怎么会弄用那么多钱呢 来来来 来 吃这个 胃不错啊 是 来来 吃 走一样 来 好 来来来 走走 来来来 好啊 好 来 来来来 好 干杯 来来来 好好好 来来来 各位诗信 你们喝 大家都知道 今天的这顿饭 是王家王群请我们吃的 我们王家湾 是 可好长时间没这么热闹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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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群是咱们王家湾第一个大学生 它是好样的 发达了 没有忘了咱们乡亲们 是不是 王群还说了 要把咱们村的这条路也给修好 这可是造福咱们所有乡亲的大好事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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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去把王群请过来 咱们大伙敬他一杯酒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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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着走 到时候吧 我来敬你一杯 谢谢 谢谢 好 马大姐 马大姐 主任 王群呢 王群上茅厕去了 上茅厕 来 怎么这么长时间呢 有什么事吗 大伙都要敬他一杯酒呢 灵灵 去把你大哥叫过来 好 灵灵 不是那边 是这边 知悉你是不是喝多了 这茅厕不是在那边吗 怎么会在这边呢 我没喝多 我看在王群往这边走了 来来来 喝喝喝 来来来 大家吃好喝好啊 来 吃好吃好啊 来来来 我敬大家一杯 先干归信啊 来来来 出什么事了 大福贵 看看去 好嘞 我再说几句啊 咱们王群考上了大学 找了个好工作 没有忘了咱们乡亲们 在这里我宣布 今后咱们村谁考上了大学 家里有困难的 咱们村村委会啊 一定会给他申请助学补助 另外呢 再奖励他三百块 大家说好不好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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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主任 不好了 大福贵 你捣什么乱哪 公安 全都是啊 公安 你好 崔座长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王家湾的村主任 这位是省里 精针支队的高队长 什么情况啊 这位是陆主任 你好 你好 要找你们村里的王群 了解一下情况 王群 对 请村里积极配合一下 好吧 来 各位乡亲们 大家先听一听 先听我说一下 这里除了王群的家人 其他人请抓紧离开 都散了吧 今天晚上可真热闹 还把公安同志惊动了 崔座长 今天晚上呢 是我们家请乡亲们吃饭 有什么事情 等他们吃完饭再说行吗 这是省里来的公安同志 要找王群了解些情况 你先别急 把王群先叫出来 王群出什么事了吗 人呢 你赶紧先把人叫出来 妈 灵灵 我没看到我哥 他不见了 警察同志 我们家王群 真的犯法了吗 警察同志 是这样的 大概一个小时之前 他说要去 是要去上茅厕了 小鹿 小鹿 通知大家立即凑事 是 大家都散了吧 乡亲们 对 都散了吧 都散了 好了 散吧 散吧 好 乡亲们 散了吧 散了吧 走 乡亲们 大家都回去吧 走 走吧 走 走 都散了吧 都散了吧 我就知道这小兔崽子回来没安好心 这下把我们害惨了 莉莉 空的 大姐 王群 除了给你们留下这些以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 东西全部都已经在这里了 本来有两瓶茅胎酒的 被他爸喝了一瓶 还有五千块钱 我去拿来 不能啊 那是王群给他们的学费 王群都说了 那他的工资不是国家的钱 你少说一句行不行 你是王群的妹妹吧 她叫王历 在县重点高中读书 成绩很好 是个本分的孩子 王历 你哥跟你说过什么话 只要你如实告诉我就行 别紧张 没 没什么 王历 你必须告诉我实话 只有这样 才能减轻你哥哥的罪责 如果你知情不报 就连你 还有你的家人 都脱不了干系 这 别害怕 有什么你就说什么 我哥他 是给我留了封信 他说不让我告诉别人 那封信在哪儿 拿出来 我陪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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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你去看 王群 出了你的手 恐惊发落 抗军到底 死路一条 王群 听到没有 死路一条 马娟这回可惨喽 这唯一的指望都没有了 这人家都糟了蛋了 你还幸灾乐祸 我还以为这王群回来 我就得靠边站了 没成想 我还是王家王最牛的人 爸 你能跟王群大哥比 就算他出事了 明年王卓就考大学了 将来还是王家最牛 你死丫头 你就是见我的爸好是不是 你眼里啊 只有王卓那个臭小子 我眼里有他 他眼里只有林家印 这 你看你女儿 这小小年纪 不好好读书 脑子里想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孩子大了嘛 那我在方方这么大的时候 你一不眼神整天缠着我吗 谁缠着你了 是你天天缠着我好不好 你 好了 你们俩别闹了 反正 我不许你们说王卓家的坏话 这 那 你 亲爱的妹妹 当你打开这个信封时 我可能已经在另外一个世界了 当然 情况乐观的话 我也许还活着 但不是在监狱里头 就是在未知的他乡 隐姓埋名 哥是被人陷害的 但苍蝇不丁无缝的淡 是哥自己出了问题 才会被坏人利用 哥这辈子算完了 但哥希望你们有好的前途 你们一定要考上大学 将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不为各种名利所诱惑 哥给你们留下十万块钱 十万块钱 存折上是你的名字 密码是你的生日 这钱是哥自己攒的钱 你们可以放心地用 基本上可以供你们读完大学 我知道这么多钱拿回去 妈妈肯定会寻根问底的 你就每年取一笔钱出来给妈 就说是哥在外面打工寄回来的 哥 王群 马大姐 这存折还有五千块钱 茅台手表 我们要暂扣 不 钱不能扣 你说不能扣就不能扣吗 你知道这些钱跟这些东西啊 那都涉嫌违法 你听高队长怎么说 没错 王群涉嫌诈骗国家资金 他所有个人财产 我们都得诈负 诈骗 你说我儿子是诈骗犯 现在还在侦查阶段 你儿子是不是诈骗 现在还没定位 不过现在最关键的是 你一定要把王群给找回来 想要负负责 我儿子是诈骗 你去做吗 我来说 你送个王群 我看崩子 我找你 我来带你 都没有 我来带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都回去睡觉吧 妈 哥为什么是诈骗犯啊 这下劝完了 也没了 茅台酒也没了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惦记着你的酒 我愿喝死我也不愁死 都是你生了个好儿子 你让我以后怎么出去见人 孩子的爸 是我连累了你们 是我对不起你们 爸 您就少说两句吧 妈 您别这么说 我们都是一家人 阿隽 我大孙子他到底犯了多大罪啊 多大罪 你没看他来了多少公安吗 阿隽 你能不能给公安好好说说 王群他是大学生还是国家干部 看在他为国家做了那么多贡献的份上 能不能不抓他呀 妈 妈 原来不是疯眼时候了 王子犯了吧 也得杀头 要杀头 妈 没事 你胡说什么呀你 知道妈身体不好 你还瞎胡说 妈 你没事吧 王群他只是被吓着了一时糊涂逃跑了 死了 芷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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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王群的罪到底有多大呀 大半夜的不睡觉 你也是 你问我 我问谁的 你没看他给莉莉的心上怎么说的 忠 做性命不老 秦 秦 秦他也没说做段少年了 如果自首的话还能减罪 这是真的吗 这俩有可能 不过顶多就是死性便无期 你 你说他做一辈子老 他愿意吗 王群那么聪明 他跟随跑了 他这一跑啊 把咱们可害苦了 我得去找他 我得去找他 也不看看现在几点 天哪儿 你去哪儿找他呀 半夜三更的 早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他又不傻 他不可能在那儿等着公安去抓他 明天再说吧 永远了 我美丽的家乡 好 我是高岩 A组 情况如何 没有发现 B组 听到请回答 找到一个饼干带 但是还没新的发现 继续搜索 是 王群 哥 哥 你在哪儿啊 王群 高队 那边好像有人 王群 哥 我们不是都已经封锁了吗 怎么还有现在人呢 好像是王群的母亲和妹妹 走 去看看 走 群儿 哥 群儿 哥 群儿 哥 你别躲了 快点跟妈去自首啊 哥 山上有眼珠危险啊 群儿 哥 你哥他到底在哪儿呢 妈 我哥他也许早就逃出这天云山了 妈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是 这座山上啊有一个山洞 你哥小时候经常跑到那里去玩 有一次你哥没有回家 我和你爸呀 找遍整个村子和所有亲戚家 也没有找到他 原来他就在那个山洞里睡着了 到第二天才回来 我哥胆子这么大啊 走 跟妈去看看 走 妈 这山洞在哪儿啊 山洞就在那儿 看到了吗 妈 这还真有个山洞啊 是啊 可说不定就在这里面呢 妈把枝草撩开啊 妈 小心里面有蛇 走啊 好了 妈先进去 你在后面啊 好 哥 荃儿 你站在里面哪 妈知道你在里面 你躲得了一尸 能躲得了一辈子吗 你快出来吧 你看这儿 这是什么呀 里面这是钱 这是 灵灵 快给妈念念 这上面到底写的是什么 妈 我知道您肯定会找到这里来 我也知道我给你们留的钱 可能会被公安查获 好 儿子对不住您 我带的现金不多 给您留下三万元 好好抚养弟弟妹妹读书吧 您就当 没有我这个儿子 不幸二王群聪笔 这个不孝子 这妈生他养他 供他上大学 他就这么来报他妈妈 他以为这里放个十万 那你放个三万 他以为这些钱都是他的呀 妈 您就别生气了 哥又不在这儿 您妈他 他也听不见了 这也怪我 到处让他学什么金融啊 要是选个师范 打个老师就好了 他就算有这个打 他也没有那个机会呀 妈 这跟选择专业没关系 就像您手里的刀 您用它来劈柴 歹徒会用它来伤人 妈 那这钱怎么办啊 这个钱还能怎么办 当然是还给国家了 要不交给高队长 要不交给崔所长都可以 妈 那还是交给高队长吧 派出所的人就知道罚钱 你这个孩子 怎么还记着崔所长罚款的事 这事咱们不能怪人家 要过来只能怪你爸自己 太不争气了 他明明知道咱们家困难 还一罚就是三百元 就不能少罚点啊 好了 咱们不说了 先出去吧 妈 您慢点 安静 高队长 崔所长 你们都来了 马大姐 刚才你的话 我们也听到了 上次那件事情希望你能理解 看您说的 我 大姐 你们在里面的话 我们在外面都已经听到了 王群有你这样的好母亲 真是她的福情 可惜 正好 我把这个钱就交给你们了 大姐 感谢你的配合 对了 这山已经被我们给封了 你还是带着你的女儿下去吧 不行啊 我要跟你们一起找 我要找我儿子 我是他爸 他会听我的话的 马大姐 这座山已经被我们戒严了 你在这里 那会影响我们执行公务 你还是带着女儿赶紧走吧 妈 他们有枪 空队长 大姐 你这是干吗 快 赶紧起来 起来说 我想求你一件事 只要是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 我能做到的 尽量答应 如果你看到我们家王群 请你会不要改叫 给他一条活路行吗 大姐 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王群 只要他不拒捕 我们是不会朝他开枪的 那就好 那你们要是真的看到了他 他如果还是要逃的话 你们就跟他说是我说的 叫他跪下来投降 要不然的话 他就算被你们打死了 我也不会为他受识的 我们王家的祖坟里 不会埋这种不忠不义不孝的逆子 大姐 你想多了 不到万不得已 我们是不会伤害他的 高队长 我想问你一句 我们家王群他到底拿了国家多少钱 这个呢我们还在调查 反正是巨款 巨款 那他要是被抓住的话 我们会被枪毙呀 这个说不好 我们只是负责侦查 至于王群判什么刑 那得发现受的损 对了 大姐 我还想问问您 除了大和镇 你们外地还有没有其他亲戚 我们家的亲戚 全部都在大和镇 只有一个表姨 他嫁到上海去了 自从他嫁了以后 我们也没有什么来往 只是前段时间他来过一次 可是 这上海大世界那么大 我这一个乡下人 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呀 大姐 我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有王群的消息 一定要通知我们 王群有你这样的一个好母亲 她这么做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如果她能回来投案自首 配合我们 把之前国家的钱 去追回来的话 我相信 法院应该会考虑为她减刑的 那我们要是把这个国家的钱还了 她就不是死罪了吗 这个我不敢打包票 但是我相信法院会考虑这些因素 谢谢高队长 我就是找到天涯海角 我一定要找回我的儿子 正经让你们宽大处理 谢谢你们 谢谢 妈 你们跑哪里去了 妈都快急死我们了 都这时候了还跑来跑去的瞎折腾 我和妈去天涯山找哥了 什么 那山上面有警察搜着 你们跟过去瞎掺和 掺和什么呀 我哥在山洞里放了三万块钱 什么 三万块钱 一听到钱你尽热头就上来了 好家伙 这还真是东边不亮西边亮 我这大儿子他就是聪明 三万块 够他们几个的学费了 这一下也用不完 不如你给我一万 我去做点生意 再赚点回来 你这点心思谁还不知道啊 要钱没有 你给我一万 那王群也是我儿子 你不能一个人独吞哪 这有钱就是你儿子 没钱他就是外人了 瞧你这话说的 好歹王群也叫我爸 爸 钱给高队找了 什么 你还真是够大方啊 五千块钱没了 十万块钱没了 连这三万块钱都没了 什么都没了 你拿什么工孩子读书啊 孩子他爸 高队长说了这是赃款 难道你就要拿着这个赃款 给孩子们当学费用吗 那不是跟王群一样了吗 那怎么能一样 我看你就是死脑筋 你说我死脑筋也好 什么也好 这个钱呢就是不能用 谁敢用赃款 那谁就是犯法 王群犯了法 我不能让我们全家都犯法 我姐姐就是对牛弹起来我 这个家伙不当啊 你当 这是我吃饭的家伙 不能让你给卖了 爸 你去哪儿啊 兴儿 别管我 你别管他 他推着烤炉能去哪儿了 妈 您这把钱交给高队长了 这钱是国家的 我们不能要 妈 您说得对 这钱咱们不能要 我支持您 我也觉得不能要 有你们俩这句话呀 这妈被你爸骂了 也就值了 你们知道 妈为什么要把这个钱 交出去吗 一来呀 这个钱是国家的钱 咱们交出去理所应当 二来呀 我们多交出一分钱 也就是为你哥 多谨清一分罪 明白吗 妈 我扶您进去休息啊 嗯 你 站住 大爷您放心吧 干什么呢 大爷 大爷 您没事吧 出门可得小心点 多谢多谢 我不想做 他硬拉着我做 大爷您慢点走啊 你站住 我 对 请出示身份证件 马家 你来这里做什么 走亲戚 走亲戚 对 以后啊 记得不要在外面坐黑车 很危险 上个月我们这里有个外地人 就是在这里被谋裁害命的 好 谢谢警察同事 不客气 走吧 你好 HEN 好 走吧 收队 各位相信啊 要是有谁见了王群 或者有听说王群的消息 要立即向咱们所里报告啊 好好好 好 好了 大家都先回去吧 都散了 都都回吧 都回吧 都回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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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车车 现在这里没外人了 您给偷个底 这王群到底犯多大的事啊 这 我在电视上可见过 就这阵势 就是抓杀人犯才能有啊 我说你怎么这么多事啊 这王群他就是因为几个钱的事 几个钱 回来这么多公安 省里的公安都来了 那王群他是省里的人 那省里的公安肯定下来抓 我们所里就是配合工作 你别整天下打听了啊 你管好自己 你要是下回再敢卖假货的话 是 是 是 那下回逮的就是你 是 是 是 谁卖假货了 我可是正经做生意的 还叫 你以为人家真不敢抓你啊 叫你别瞎掺和 这下囚大了吧 等等我 等等我 妈 您就别难过了 自己身体要紧 是啊 妈 我们都长大了 就不念书了 去打工 听说隔壁的阿娇在一家织一场打工 一个月能挣八百块呢 我一去 你们胡闹什么呀 谁说不读书了 你哥 他是他的事 他帮不上你们 难道妈就供不起你们上学了 妈 我们自己都有手有脚 再也不想看您这样一直受累了 这样下去 您身体会累垮的 是啊 妈 你们都在想什么呀 走了 公安都走了 玲玲 说什么呀 妈 什么都走了 公安都撤了 没抓着我哥 那他是跑了 对啊 我哥那么聪明 山友那么大 公安都没抓着他 对了 有一个公安被野猪夹给夹伤了呢 他还连累公安人员受伤了 也不知道他现在跑到哪儿去了 妈 您别担心 我看那公安啊 他也不碍事 他伤得也不严重 您看 竹儿以前不也被夹子伤过吗 不行 不行了 不行 我还是带你去看看 妈 您别去了 我没事 妈 您就别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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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嫂子 你这儿去哪儿啊 太奇说 我听说有个公安统治受伤了 我想去看看 别去了 人公安都走了 包括那个崔所长 人都走了 都走了 都走了 你还别说 我大侄子还真挺能耐 那么多公安都没把他给抓住 你什么意思 难不成你还希望他被抓住 没没没 这不是没把他抓住吗 我高兴 嫂子 你也别担心了 我怎么会不担心呢 你说王群他 他背着那么大的罪名 你 我这个当妈妈的 能放心的下吗 也没多大的事 这崔所长啊 都跟我说了 可是高队长说 王群他是写巨款潜逃啊 别听他了 他吓唬你呢 所以我就怕你担心 我才来给你报个信 他记住 你说多少才叫做巨款呢 前两天他给你十万 这山洞里又找出了三万 还有 他回来的时候啊 又给了我五千 那我估计啊 这巨款得二十万 他身上还有六万五 你怎么知道会是二十万呢 你想啊 他是不止这个数 人崔所长能说他没多大的事吗 六万五就是被抓住了 他也就判个六七年 要是表现好呢 减减行 他呀 坐不了多久牢就出来了 别担心 为什么是六七年 你没听说过 这法院有规定啊 抢一万 坐一年牢 咱隔壁村那小康 去年就抢了七万 顿了七年牢 那会不会被枪毙呀 你看你 只有吓唬自己 他怎么会呢 人崔所长说了 王群没多大的事 又没有命案 他肯定不会被枪毙 那就好 七叔 谢谢你了 咱谁跟谁啊 都是一家人嘛 那行 走的 我走了啊 咱俊儿 你在哪儿呢 你在哪儿呢 快回来吧 你听到了没有 没有多大的罪 狗队长还说了 自首还能减刑 你就快回来吧 老板 您想过没有 如果这王群他自首该怎么办 他敢 依他的性格 让他做一天牢他都不干 更何况是一辈子 那他要是被抓了 把您招出来怎么办 他那么聪明 会等着警察来抓吗 他现在的出路只有一条 就是外逃 老板英明啊 喂 哪位 老板 找您呢 就说我不在 我老板说的不在 不是 我说我老板不在 什么 你要过来 喂 郭大悠 我王群 老同学啊 你 你这胆子真是太大了 你不知道吗 现在全省城的公安都在找你啊 你少跟我废话 我要是被抓住了 你觉得你能跑得了吗 你赶紧把钱还给我 该说的话我都已经讲了 不是 老同学啊 你以为咱们现在把钱交出去 你就能没事了吗 这样我就不欠国家的钱了 想把辈子心里踏实 你傻呀 这吉祥家园一期还有三个月就开盘了 到时候你抱着这一千五百万 你心里能不踏实吗 我不是你 我怎么做 用不着你管 行 我知道你高风亮节 你现在在哪儿 我可是真的非常地担心你的安全啊 你是担心我举报你吗 阁大勇 我现在就在你公司旁边 什么 你 你这么做太危险了 废什么话 我现在还有安全的地方吗 不过警察也不会料得 我王权又回来了吧 老同学高明啊 但是 此地不宜久留 公安也不是傻子 他们迟早会闻到你的味儿 你现在赶紧走吧 你这要是等到全国通缉令一发 就是想出去 都难了 我还是那句话 我哪儿都不许 你赶紧把钱给我拖出来 老同学 你这不就是在为难我吗 我 我这一时半会儿 我上哪儿给你弄那么大一笔钱去 要还钱也行 那也要等吉祥家园开盘了以后才有嘛 好 我就再相信你最后一次 三个月之内 你要是把把钱还给我 后果你自负 喂 喂 挂了 老板 那您三个月之后 还真要给他钱呢 给他钱 我就是一个字都不会给他 那他狗鸡跳墙了怎么办啊 他敢 他要是投案自首 那不被枪毙 也得被关一辈子 我呢 顶多就是判个十年 到时候再弄个减刑什么的 有个三五年我不就出来了 老子不还是一条好汉吗 他那么聪明 会想不明白呢 老板果然高明啊 不行 一方万一 我们还是要在警察找到他之前 找到王菊 把他手上的证据拿过来 到时候 就算是公安抓了王菊 没有那些证据 那么我怎么样 可他要是不给呢 你傻呀 还有我教你吗 老板 我觉得 我觉得这事 风险有点太大了吧 好人哪 这事啊 要是办妥了 本来属于王群的那一份 就是你的 到时候 我们俩 一起去美国当大爷 好啊 老板 您就放下心吧 我会办妥的 这笔巨款不知去向 就连信贷档案都消失了 更蹊跷的是 负责这批贷款的主管关山 在案发前几日就被撞死了 表面上看 是一起交通事故 但现在 从种种迹象来看 我怀疑是蓄意谋杀 谋杀 有可能 标队让我去调查 赵氏司机方同山 得知他在出事后的第二天 就从运输公司辞职了 我又去了一趟他的老家 他的家人说 他就在回来的路上 喝醉酒淹死了 很明显 这是杀人灭口 不过 这都是我们的初步推测 我们现在还没有任何证据 可以立案为刑事案件 您的意思是 王群要杀人灭口 不可能 我去问过方同山的家人 他的家人说 就在我去的前一天 一个自称是他朋友的男子 去找过他 据方同山的家人描述 该男子就是王群 所以 王群不是杀人凶手 那就麻烦了 这个案子除了王群 还有个更可怕的人躲在幕后 没错 我怀疑 这个人应该就是 王群的合作伙伴 王群他们可能起了内讧 王群被他的合作伙伴给坑了 所以 我们一定要摸清楚 王群的关系网 特别是和他有经济往来的人 我早就说那小子 骨子里不老实 你们还不信 你现在说这个还有什么用啊 现在可怜的呀 就是丽娜 这孩子还没出生 他爸就逃亡在外了 我不会 你不能这么做 不能这么做 我不会 这孩子是无辜的呀 你呀 就把孩子生下来 我跟你爸带 别激动啊 我去开门 快去 快去 高队长啊 你好 冯丽娜在家吗 我们有些话想问问他 在呢 在呢 进来吧 好 丽娜 你们怎么又来了 你们没本事抓不到人 就来骚扰我们 我可告诉你们啊 我女儿已经怀孕了 要是有个什么好歹 你们负得起这些责磨 爸爸 对不起 我们怀疑王群的属下 观山之死 并不是一桩车祸那么简单 所以 想请冯女士协助调查 那你的意思 那人是我女婿杀的 我看你们别做公安了 去当座驾好了 他爸 你让高队长把话说清楚了 冯先生 您的心情我们理解 观山的死和王群 到底有没有关系 我们还得调查 冯女士 你仔细想想 对于观山的死 王群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 观山死了 他很悲痛 还把自己的赔偿款 给了观山的家人 我想 这是意外吧 那我再问你 王群的生意合作伙伴 都有哪些人 生意 王群是国家干部 怎么会做生意啊 是啊 我没听说过他做生意 高队长 我上次也说了 王群他没有贪污公款 这钱怎么没了 他也不知道 我想 他可能是因为 害怕所以才跑的 据我们调查 王群是被他的合作伙伴给坑了 所以导致贷款追不回来 才逃跑的 你再好好想想 王群临走的时候 有没有特意嘱咐过你什么事 我真想不起来 我真想不起来 如果有他的消息 请通知我们 我相信你也知道 只有头案自首 王群才有可能宽大处理 冯先生 冯太太 打扰了 不错 慢走 孩子 丽娜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他挺聪明的人 他怎么就被人给算计了呢 老同学 千万不要和老同学做生意 什么老同学啊 老同学 什么老同学啊 妈 我出去一下 你这身体还虚着呢 别出去 妈 妈 我在家里待不住 你就让我出去吧 丽娜 丽娜 队长 怎么不继续问下去了 冯丽娜在撒谎 你没注意到吗 那您的意思是 我故意问他 王群他的生意伙伴都有哪些 他明显在掩饰些什么 也就是说 他肯定知道王群在和谁做生意 可能是其他原因 他没说实话 高队 那我们怎么办 回头派人盯着冯丽娜 看他最近会去见什么人 是 走吧 你们几个要多注意 是 对 王群 站着 站住 站住 别动 把手举起来 专过头 大 大哥 你 你们想 想干什么 没事 走吧 高队长 您确定您刚刚看到王群了 会不会看错了 高队 不对 这应该是王群的调火离山 她的目的是要见冯丽娜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小陆 立即请市区领导 封锁全城交通出口 是 还有 派人叮住冯丽娜家 是 林娜 快上车 还愣着干吗 快上车 这车是 哦 租的 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没事 你是你怎么样 我没事 刚才高岩他们来过了 我也看到他们了 我想 我可能被发现了 那你还不赶快走 你停在路口 我这就下车 哎 等等 我这次回来就想见见你 看到你没事我就放心了 你们向公安提起什么吧 我什么都没说 我不知道说哪句话 会对你有什么影响 刚才 高岩提起了观山的死 要是他们插到了葛大勇头上 那就坏了 你记住了 不管出现什么情况 千万不要提起葛大勇 你也不要和他联系 为什么 你不明白 现在公安即时抓到他 他们没有证据 就没有办法 你不知道 撞死观山的赵氏司机 方同山也死了 这也是葛大勇干的 这葛大勇 心狠手了 你没事千万别出去啊 那 他不会对你下手吧 这个暂时他还不敢 我手里的证据 虽然不足以让他毙命 也足够让他做十年八年了 那你把证据交给公安啊 不行 我不能这么轻易地放过他 我必须要设法 弄到他 杀死观山和方同山的证据 给观山报仇 还有我得拿回他手里的 八百万贷款 还给国家 要是能把握了这两件事 我就在是死 也没有遗憾了 我不要你死 我要你好好地活着 你放心吧 我没事 为了你 也为了我们的孩子 好了 现在已经出城了 我就在这里下车 你替我把车给还了 这是押金单 这是押金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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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我和你一起走吧 不行 这样太危险了 你还有身孕 怎么能够这种东斗西藏的生活呢 李娜 你听我说 我这辈子受悟安安 不能再拖累你了 你什么意思 我想好了 咱们离婚 不 离婚协议我已经签好了 我不会和你离婚 别傻了 你还这么年轻 怎么能守一辈子火管呢 协议上我都写清楚了 房子什么的都归你 我唯一的请求 只有希望你们孩子生下来 不 不 你要有什么困难 就带到王家湾交给我妈 也算是给我往去 流离条根 不 不 我不要 我从来这儿去 你自己 получ明白 然后我альном茶 漫二年轻药 没什么사� squeezed let's see 是那个 葛大勇 你混蛋 琳娜 来得正好 我正要找你呢 找我 你找我有什么事 还钱还是有什么阴谋 琳娜 话可不能这么说 这上次我的语气势中了她 那也是因为 我太在乎你 太爱你了 你说你这么向着王群 我才一时激动 好了 琳娜 怎么说 你也是个国家干部 就别跟我一个商人 一般见识了 王群是我丈夫 我不向着他 难道向着你这个外人啊 行 只要你觉得高兴 你想怎么骂都行 琳娜 是王群叫你来的吧 王群 你还想瞒着我 王群已经给我打电话了 他回来了 他能找我 难道就不能找你吗 王群找你也是叫你还钱 我还知道 我还知道你不会给他 只有我者 丽娜爷 也只有王群还相信你这个秦少 我怎么觉着 你这是在赞美我呀 我还一直就认为 我的前世是一头狮子 狮子王 我不跟你耍嘴皮 你 我问你 管山和方童山是不是你弄死的 丽娜 这话可不能乱说啊 我葛大勇虽然胆子大 可是杀人的事我可不干的 你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 王群也差点被撞了 这难道不是你的阴谋 想孤寄重施 斩草除根 斩草除根 你这倒是提醒我了 如果说我要是真的被你们这帮人 逼得走投无路了 我不介意再找几个无辜的人 来给我陪葬 譬如 你的家人 那肯定还有王群的家人 你不是人 冯丽娜 你还以为你是当初那个 冰清玉洁的少女吗 现在也就只有我葛大勇 还把你当块宝 这要是换了别人 对我这么大呼小叫的 你信不信她现在 早就已经被大蟹拔块了 行了 你回去 赶紧告诉王群 让他没什么事别跟我闹 赶紧给我滚 让他有多远滚多远 不然 到时候我会做出什么事来 我自己也不知道 你 你 好了 刚才说的我都说了 我叫人送你回去 我叫人送你回去 用不着 哥大勇 我告诉你 如果王群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我就是做鬼 也不会放过你 GSA 满大棗了 满大棗嘞 卖大枣嘞 卖大枣 卖大枣 买一串吧 妈 我想吃糖葫芦 好吧 妈妈今天枣子卖得也挺多的 那就给你买一根吧 师父 这个给我一根 好的 你拿好 好吃吗 好吃 真好吃 妈 你也吃 妈妈不吃 妈妈呀 不喜欢吃这个东西 不 妈和群儿一起吃 妈不吃 将来等群儿长大了 群儿天天给您买草 每个冰糖葫芦 群儿真乖 真逗事 走 妈 你也吃 妈不喜欢吃 你吃吧 卖大枣嘞 大姐 大枣怎么卖啊 三块钱一斤 那你要多少 大概有十来斤吧 行 我全要了 太谢谢你了 谢谢你 你有零钱吗 我找不开 不用找了 妈今天把你们叫到奶奶的房间里 是要开一个家庭会议 家庭会议 可是我爸还没有回来呢 他都已经两天没有回来了 不等了 妈 您说吧 我无条件投赞胜票 还是你大哥的事 你爸说了 不管他了 让他自生自灭 可是妈这两天想来想去 还是不行 你大哥他糊涂 可是我这个当妈的不能糊涂 你们做弟弟妹妹的也不能糊涂 不管你大哥变成什么样的人 毕竟他还是你们的大哥 怎么不能不管他 怎么管 我们管得着吗 连胜利的公安都管不着了 卓儿 你先听妈把话说完 卓儿 我知道 你摊上了这样的大哥 让你跟着受累了 可是你没有听大富贵说 你哥一共拿了人家二十万块钱 现在呢 已经还上了十三万五千了 那还有六万五千块钱 你大哥 他肯定是待在自己的身上了 大富贵还说了 这拿人家一万块钱 就要做一年的劳 妈 我知道您的意思了 您是说给大哥还钱是不是 是 妈就是这个意思 六万五千块钱 就算把房子卖了也不值这个价 妈就是卖血 也不会去打这个房子的主意的 你还想卖血啊 再卖命都没了 妈 我们不是不同意 只是这六万五千块钱 对有钱人来说不算什么 可对于我们家来说 真的就是天文数字啊 我们可以不上学了 去打工 可是就算不吃不喝一年 只能挣个几千块钱 妈什么时候让你们去打工了 妈只要你们读书 你们一个个都要去上大学 不打工 哪儿来的钱啊 妈不需要你们挣钱 要的只是你们一个态度就行了 对 这叫精神支持 钱的事情呢 妈会想办法的 只要你们不反对 我这心里也就踏实了 那我们来投票表决 等等 还要听听奶奶的意见 孩子他妈 别管我 你决定了就去做吧 妈 真的是对不起您的 那同意帮哥还钱的举手 现在一致通过 奶奶 你也要举手 我 挤 挤 挤 那现在一致通过 按照程序 反对的也要举手 你什么意思啊 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我同意 霸氏指定会不同意 我 只是两票 对 爸肯定不同意 不过六比一 他反对也没有用 我宣布 妈的议案通过了 鼓什么掌 你们还想开庆功宴不成 妈 莉莉 妈 您去休息一会儿吧 明天我到镇上去买 不卖 这鸡蛋啊不是拿来卖的 是拿来送人的 什么 送人 是 上次你大哥回来的时候 请乡亲们吃饭 结果呢 这饭也没吃成 妈想了 这乡亲们心里也肯定很不舒服 妈想补请一次 可是妈也没有钱 所以妈想 就把这些鸡蛋呢 煮成茶叶蛋 挨家挨户的 给乡亲们都送过去 也表示一下妈的心意 还是妈想得周到 妈做的茶叶蛋可好吃了 先生 你要吃 怎么是你啊 姑娘 给我来碗餐线面 哦 英子姐在厨房 我去叫她 不用了 你去忙吧 好 我去忙吧 盒薄蛋是英子姐特意加的 不算钱 谢谢 Barry 先生 好吃吗 好吃 明天再来 好 小丹 那桌客人免单了 让她以后不要再来了 知道了 那这大早就到面前吧 对了 你跟老板娘说 我住在通达巷的 四方旅馆二零二房间 好 来 影子姐 你是不是后悔 让那个人走了 胡说什么呢 我是在看潮信平那混账来了没有 人家说啊 他住在 人家是谁啊 少管先生 谁 英泽 英泽 真的是你啊 快进来 你一个大学生 国家干部 就住这种地方 英泽 坐吧 姐姐是传统美德吗 别装了 你还以为我是当年的那个傻丫头 被你抛弃了 要死要活的 英泽 是我对不起你 你没有对不起我 是我当年瞎了眼 英泽 我王寻不是东西 都是王寻的错 你狠狠骂我吧 打我也行 狠狠地打 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啊 太高看自己了吧 我也真是傻 我今天来这干吗 英子 你听我说 你狠狠 当年是我背叛了你 可这么多年来 我内心无时无刻不再受着折磨 好几次做梦 我都喊出了你的名字 冯莉娜为子没啥给我吵过架 我上次去看你 也并没有想打扰你 我 算了 我 我带来点吃的 你应该爱吃 你还愣着干吗 你怕我在万里下毒啊 怎么了 可恶不合适吗 英子 我不值得你对我这么好 别说了 快吃饭吧 英子 村主任 谁呀 来了来了 村主任 是马大姐和莉莉啊 今天媳妇在家呢 你们吃饭呢 是啊 对 我们吃饭呢 来 坐坐坐 你坐 吃饭了没有啊 我们都已经吃过了 不客气 你们吃吧 吃过了 那那坐 坐 莉莉啊 谢谢 你也坐啊 坐吧 坐吧 坐了 谢谢 谢谢 马大姐 你找我是有什么事吧 村主任啊 是我们家王群这个逆子 他犯了错 给村里抹了黑 我这一来呢 想给村主任和乡里乡亲们啊 说声对不起 大姐啊 这王群呢 他也失意失糊涂 你也别太难过 是啊 我这个逆子啊 他明明知道自己早就犯了事 可他还硬撑着冲大爷 要请乡亲们来吃饭 这不 乡亲们哪 不但饭没有吃成 反而都受了惊吓 我呢也真是不好意思 所以呢 就煮了一些鸡蛋 准备啊挨家挨户 按人头送给乡亲们 莉莉啊 给村主任家里拿三个 不用不用不用啊 别客气了 马大姐 犯不着这么费心 现在你家里困难 我觉得还是拿去换点钱 村主任 你要是不吃这个鸡蛋呀 那你就是不肯原谅我们王家了 好好好 我吃 你看 今天这鸡蛋要是不吃 还真是不行了是吗 你可别说 马大姐煮的这个鸡蛋呢 味道就是不一样 好吃 放了牛奶了 牛奶 这个牛奶呀 我只是听说过 还没有喝过呢 马大姐啊 鸡蛋也吃过了 你还有什么事 就直说吧 只要我能帮上的 我一定帮 我 马大姐 你呢 在这个村子里呀 是微信最高的 你办事也公平公正 我 马大姐 你就别给他带高帽了 有什么事情直说 那我就直说了吧 直说好 就直说 这王群啊 他给我留了十三万五千块钱 我把这个钱也全部都交给公安了 可是我听王大副说 王群是拿了国家二十万块钱 这我估摸着还有六万五千块钱呢 王群啊 他肯定是自己带在身上了 可是他犯了事 现在又逃跑了 这欠国家的钱 可是不能不还呢 所以呢 我跟我们家孩子也商量过了 这个债呀 就由我来还 你替他还 这钱可不少啊 是啊 这要是六七千块钱 大伙想想办法帮你凑凑 可是这么多钱 是这样的 这王立青爸和王卓他爸 他们都是几代单传 现在那边没人了 留下一处房子也没有人住了 虽然这个老宅是值不了多少钱 但是那块宅基地呢 算是不大不小 这个地段也不错 所以我想请村主任 能不能帮忙给我估个价 再帮我找个买家 至于这个中介费呢 我会按规矩给你们的 是这样啊 你 你那块地呢 确实是块好地 至于能卖多少钱 我也不太清楚 不过你放心 我有一个亲戚 就是做中介评估的 明天我就请他过来 让他过来给你看看 至于中介费呢 那就算了 你说我能要你的钱吗 那我真是多谢你了 不用不用 不用客气 谢谢 不用客气 我就知道 这找村主任帮忙啊 就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 马大姐 这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我呢 明天就跟各村的组长说一声 看谁愿意买 那真的是太感谢村主任了 谢谢 莉莉 莉莉 赶紧替你哥给村主任磕个头 对 使不得使不得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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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不得啊 使不得啊 你看他都什么年代了 还磕什么头啊 是啊 那真的是太谢谢村主任了 那真的是太谢谢村主任了 莉莉 莉莉 你帮妈去一趟南街 那里有家首饰店 你把这些东西拿去换成现钱 妈 这是外婆给您的陪价 这怎么能卖呢 这是外婆给妈的陪价 那也是让妈在关键的时候 能够派上用场啊 拿着 妈 我不能拿 这是外婆给您的一个纪念 陪价的纪念 这外婆给妈的东西 不是一个摆设 只看看的 她能派上用场救了集 这就是最好的纪念哪 妈不希望以后妈给你的嫁妆 放在那里只是一个摆设 来 快拿着 别哭了 不可惜 等渡过了这个难关以后 将来家里有了钱 我们再去赎回来就是 去吧 妈 妈 顾大婶送的项链也卖了吧 不行 那个不能卖 那是顾大婶送给你的礼物 你把它给卖了 那她不是要伤心吗 我要是以后有出息了 我就给妈买世界上最好最好的 黑色染发膏 把妈长出来的白头发 一根一根的全都染黑 再戴上姐姐买的金项链 金耳环 妈妈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年轻 最漂亮的妈妈了 妈妈这个身子骨 不知道能不能等到的一天了 能 一定能 一定能 妈 我回来了 爸 爸 你回来了 妈 妈 我爸回来了 最近怎么样 爸 爸 你还知道回来啊 我还以为你到外面流浪不回来了呢 流浪 你以为我会跟你那不像儿子一样 没有责任感 那你这几天去哪儿了 我问过王大副 他说在镇上也没见着你 我那天刚出去的 就碰到一朋友的车 去县里边拉货 准备搭搭车去县里了 早就该去了 在咱们镇上 这红薯毛钱已经没人稀罕了 到了县里 你们才多少钱 八毛 这么多啊 嗯 哎呀 城里边的人 每天都是大鱼大肉的 难得吃这种粗粮 不过 也幸亏我老王的红薯 是独一无二的 刚出去没一会儿 没光 爸 你真厉害 这回一定赚了不少钱吧 我看你是把赚的钱啊 全都买酒喝了 连本钱都没了是吧 静瞎说的 都做完了 你们赶紧做饭 这人多严杂 你就不怕被人发现啊 咱住一段时间 换个地方吧 你这样下去 迟早会被发现的 要不 我去给你租个房子吧 那以后 麻烦你了 麻烦 麻烦什么呀 我生下来就是被你麻烦 躲也躲不掉 英子 别这样 你是有老婆的人 我也有老公 我对你这样 是因为看在 舍对我像亲生女儿的份上 要不然 你誓死誓活 我才懒得过 好吧 好 你这是干嘛 你这是国家的钱 在我这里 就不能让你用这样的钱 我知道你会这么说 这是我前两天 在商场新买的号码 目前没几个人知道 等你找到房子 就打给我 记住了号码就烧掉 你暂时就先别出去了 危险 好 我知道 这件事情你一定会反对的 可是芝希 王群他是我的儿子 我总不能不管他的死活呀 我卖的是 原本留给王群的老屋 咱们这个家里的东西 那也是王群带回来的 还有 其他也都是我从娘家带过来的 这个家里的东西 我是一件都没有动过 你嫁给我就是我的人 东西也是我的 房子弟兄 滚拿 芝希 那是王群的房子 我卖了房子 那是要用在王群身上的 你要是占了这个房子 你就不怕别人在你的背后 戳你的脊梁骨吗 孩子们的学费还没着落呢 你就为你儿子一个人想 其他四个孩子呢 王群 王群总是你亲生的吧 你怎么不为他们想想 芝希 事情总要有个轻重唤疾呀 你放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凑齐的 好吗 不行 绝对不行 六万五千块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奶奶 奶奶 走 扶我进去 芝希 你闹啥呢 孩子他妈 给大孙子还账的事 我和四个孩子都投了赞成票 赞成票 赞成什么 对 王卓哥也替你投了 爸 我哥呀给你投的是反对票 六比一 你反对也没有用 妈 连您也跟着瞎掺和 我把这个家交给了孩子的妈 她呀就能做这个主 而且我觉得她做得对呀 对什么对 你要气死我 反正我不同意 这么说你是要搞独裁了 死丫头你想造反 爸 别说了 我觉得还钱是应该的 还了钱 别人也就不会对我们家指指点点了 行 行 看来我在这个家是没有立足之地了 我就不该回来 我走 我走 芝希 你要走啊也等明儿再走 天都这么黑了 你要现在走不在家里住 你要去找那个野女人吗 妈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 不在唐我打个地铺行吗 家里边出了个败家子 都是你这个败家娘们带的头 走 我看这个家迟早要被你给败光了 你 芝希 妈 我爸他肯定是没钱喝酒了 所以心里才这么不好 您没介意啊 对呀 我们都偷偷了 他反对也没有用 我就知道 这事没完 阿隽 委屈你了 妈 孩子他爸说得对 我就是个白家娘了 我就是个白家娘了